墨高窟所在的大泉河三位山 就是由洞窟建筑 笔画 彩塑 藏金洞 文物 就是四维一体组成了 墨高窟这样非常了不起的 人类文化遗产 我们的先人们 给我们留下的这样的宝贵的财富 在这样一个如此重大的 规模也大 它的意义也重大的 这个遗产地 你实时保护 其实我们跟日本的合作 已经有好多机构 就针对不同的 我们那些保护的问题 有很多中国学生来日本留学 尤其是东京艺术大学 这些留学项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们从竞争走向了合作的时代 大家互帮互助 集思广益 各种想法在这里交汇碰撞 颜料的分析 材质的分析 包括一些保护材料的山学 所以日本人 这个学生带给了我们的方法 它的一些保护的技术 保护的一些理念 都能够带回来 跟我们的实际结合起来 在墨高窟的第53库 就开始做这个签诺调查 当时我还觉得这个很神奇的一个 以前也没有想到有这种方法 最后全国的文物行业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今后关于年轻一代会如何把文化传奇给下一代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这就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啊 通过保护的这种交流 通过这样的工作 相互信任 相互宗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